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也仍在升级,但这丝毫不影响跨境电商卖家产品报单的趋势。现在海外市场哪些产品最火?不寻常的2020年,卖家Q3,Q4又该如何选品?日前,曾华网谈点了近期海外需求旺盛的宅娱乐小爆款产品热销数据。助力卖家夏日,忘记选品。提示,能张涵盖夏日季节热销产品,宠物周边热销产品,运动器材, 家居灯饰等,全文阅读大概15分钟。建议先往后看,一,季节性服饰。配饰夏季的热销服饰,肯定离不开泳衣。作为一个季节性要求比较强的品位,每年夏天都是北半球泳装类目的爆发期,尤其是在酷爱户外。沙滩的美国,疫情也不能阻挡老美对阳光的向往。早在4月份美国刚刚放宽居家令时,像麦安妮等南部地区的沙滩上, 就挤满了不戴口罩的美国人。或许是疫情期间在家压抑太久,今年泳衣的销量爆发似乎更猛。如下途中,谷歌的搜索趋势,可以明显看出。近期泳衣的搜索指数,有着明显的上扬。 一,Tricketing,泳装需求风格对标网站TheFallshine。参考价格,15美元30美元谷歌热搜趋势及参考谱。对于卖家来说,泳装类目产品并无过高门槛。 像福建的京江,辽宁葫芦岛,都有泳装产业带分布。但卖家在选品时,要注意泳装的材质,及当年的流行趋势,花形,款式等。 二,与泳装一样有着较强季节性的品类时尚配饰。也在夏天迎来高需求,像墨镜,面罩,头巾,这些防风防晒的时尚配饰。 近期销售趋势较好,产品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花色和图案上。而美国近期的暴乱,也把ScarFlandiners需求推爆。新增热点元素,I can't breathe。 需要注意的是,此类产品上架到灯黄网时,需要放到围巾类幕,请勿缩放类幕,参考价格,3美元6美元谷歌热搜趋势及参考图。 三,作为墨镜的配套衍生产品,如Sungo S's Chain,Sungo S's Track,这类产品需求也水涨船高。 在磁品类中,Q-Kershell,Bids和重量轻的粗链子元素较为流行,既可作为引镜链,也可以作为项链装饰,使用场景比较多。 值得注意的是,该类产品上架到灯黄网平台时,可以上传到类幕,时尚配件,Fashion Accessories,大于其他引镜及配件,Eyewear and Accessories,大于引镜链,Eye Glasses Chains。 参考价格,5美元10美元谷歌热搜趋势及参考图。 二,家居宠物用品类热销品,从一些国外影视剧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,老外对于宠物的感情是非常之深,会把宠物当作家庭的一员。 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,甚至将宠物当作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,他们更愿意为其爱宠大量消费,除了各种日常的宠物用品,还会在各种节日为其添新衣。 视频等,据2020年Inters 100大趋势报告显示,宠物经济成为覆盖全年龄段的全球消费趋势。 即使疫情期间热销趋势依然不减,包括宠物服饰、鸽、美容等各个细分品类都有不错的表现。 当然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,对产品的要求各异,老年人可能更关注产品的质量。 品质,年轻人会更加喜欢为其爱宠配备一些新奇特的产品。 作为产食官,第一要则就是产食。 由此,分辨垃圾收纳袋、宠物垃圾收纳用品、环保型纸袋和塑料袋子、宠物分辨清洁工具、宠物分辨清理工具、分辨铲子分辨夹子等产食工具,已经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。 率先活起来,如下图。 1.宠物垃圾收纳袋价格区间,0.99美元1.5美元谷歌热搜趋势及参考图。 2.宠物分辨清理工具价格区间,5美元10美元谷歌热搜趋势及参考图。 从上述两者谷歌的搜索趋势也可以看出,宠物垃圾收纳袋与宠物分辨清理工具的搜索趋势近期增幅明显。 而两类产品在铲室操作中又是相辅相成,所以卖家在销售过程中,可以尝试将这些产品配套关联售卖。 3.除了铲室外,养狗的消费者还要有一个日常操作遛狗,这就离不开景圈配饰。 如下,储满项圈,防冲储满项圈等产品。 对于此类产品,消费者更关注景圈的材质问题,比如说材料的牢固程度是否容易损坏, 包括材质的舒适程度,比如说不易刮伤宠物,甚至要求材质需要具备一定的功效, 比如说防冲储满,此类产品工厂,产业带广泛分布在浙江义乌,金华,广东东莞等地。 价格区间,5美元10美元谷歌热搜趋势及参考图。 3,运动户外类热销品网上流传的段子,中国街头每百米就有一家大药房,而美国街头每个百米就有一个健身房。 不黑不吹,美国人民是真的爱健身。 疫情开始至今,居家健身的器材需求也大涨,而在家别坏的美国人民,甚至也会借口出门遛狗出去遛遛自己。 这可能也是上述宠物用品攀升重要原因之一。 健身器材我们按大类分为有氧运动健身器和无氧运动健身器。 有氧运动健身器包括动感单车、跑步机、跳绳等。 而无氧运动健身器包括哑铃、健身店、瑜伽店、健身杆、拉力带之类的产品。 无论是有氧运动健身器还有无氧运动健身器,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、重。 所以通常来说,此类产品都以海运的方式发出存放在海外舱中销售。